好来看到吉安乡一名潘姓男子在8号凌晨外出后失联 那么女友是急着找人透过手机定位功能 报案之后竟然在掩埋场一辆废弃车下方找到潘姓男子 但是他已经明前死亡 那么警方怀疑潘姓男子是在撑高车体的时候 先经顶因为连日天雨土质松软塌陷才被意外压死 消防人员蹲在小客车旁努力把车子架高 因为有名男子被压在车底动弹不得 拿出千天点架高小客车终于救出男子 但这时的他早已没了呼吸心跳 大货火速把他送上担架一边努力成就只可惜 平常明天死亡 都有人理消防分队把他送一条 34岁的潘姓男子7号出门后 隔天凌晨2点还有跟女友联络 但到了9号晚上 女友却一直联络不到人 搜寻手机定位 发现他在垃圾掩埋场 但找到了车子就看不到男友 察觉不妙立刻报警处理 经远景前往掩埋场搜寻 发现潘姓被一部废弃车辆压于车底 身旁有两只板手及千斤顶倾倒 这次死者不是员工垃圾掩埋场 大门还有人看守 四周也全身为离 男子怎么会跑来这边 我们也派人去看 那确实是围离的部分有遭到破坏 那可能就是从那个地方进去 警方调查男子独自带着板手前来 不排除他是闯进掩埋场 企图拆解可用零件 没想到他也是在操作前行顶不慎 受困在车底 只是真正的案发经过原因 还有对警方进一步离心 记者徐徐勤兽宴 花脸长报道